这就是我们在贵州的停车场 这是贵州贵阳郊区的一个农家乐小院 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 带大家去看一下 尤其是现在能看到的这幅 哎呀我都说出这幅画了 然后这个拍照特别特别的漂亮 湖水草地 然后树林隐隐约约的树林中的建筑 像不像在国外的某个地方 所以打开我的这个车的后车门 就可以看到无敌的湖景了 所以每天被鸟叫声叫醒啊 特别特别滋润 走了呢 今天早一点 昨天十点去没有 在这里买菜 十点去就都走光了 说八九点去 我们今天早一小时去看看什么情况 太漂亮了这个地方 怎么又没了 又晚了 十点这么快啊 九点不是啊 九点了也没有啊 完了没了 真怪啊这是什么 现在再早一点吧 八点来啊试试 阿姨这早 这里我们买菜这么早吗 买菜都收摊子了 都散场了 这块卖菜早晨五点钟 四点钟就来卖菜 到现在全都收了 几点来买了一般 一般嘛六点多钟吧 现在天亮的早啊 六点慢就出太阳了 他们五点四点就来卖菜 我昨天十点来了没了 我说今天早一点九点来 早点今天也晚了 人家也收摊了 真的得花眼 你都收摊了 八点都收摊了 真的现在两天早啊 六点慢就出太阳了 这么开来啊 你们是哪的啊 我们过来玩的 我明天 那我再找两小时明天 明天不见得能有 明天礼拜天 礼拜天不来卖菜 礼拜一最多 啊好 来礼拜一来吧 行谢谢啊 我先买点差不多再吃啊 好我们去买点肉 买点豆腐 只能这么个光景了 猪肉怎么卖的啊 怎么卖的啊 老虎 二十一斤啊 二十一斤啊 这边还有一点 这边还有一点 这边这边十八 那边二十 找袋装一下 七十块啊 嗯七十 这是卤水豆腐啊 哦 是这个还是这个 这个啊 拿两块 多少 十块钱啊 十块钱啊 问问 是不是卤水豆腐 嗯好像是 五块钱一块啊 买两块豆腐吧 买两块豆腐吧 你看看没买着菜 我老妈采了点野菜 这是婆婆丁啊 嗯 挺好啊 你们俩在这里头 嗯 在哪采啊 这里我们能看到 这是很古老的一个家属院 然后很多房子 其实都已经人去楼空了啊 那略微这个 这个这个也挺老的 但是 也是住的人比较少 一般都是 在当地啊 就退休了的 这应该是一个 什么什么工厂 应该是没人住了吧 现在 进去看看 挑一件 探个险 有蛇就好 哇哦 你看 没有上水 没有下水 看到没 这是一间小房间啊 这里面是个套间 外面这里就是当厨房了 哎呀 想当年 这应该是 五几年啊 都不会是六几年 应该是五几年建的 当年有这套宿舍也是 无上之荣耀啊 啊 这宿舍有大有小 有两间的 有一间 那叫一间半 这个叫一间 我才想起来 哎呦 这个更小 还有上二楼的 当年在这退休的 退休的老人在这住 所以没房子住的 可以过来啊 估计免费住都行 像那个整个一栋都没人住 看上面还搭的烟囱 应该可以烧火做饭的 哇 还有多肉的啊 哇 还有多肉的啊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这不是水禽 对吗 啊 哎呀 我们这日子也真艰苦啊 买不到菜只能采野菜吃 是不是 不是 啊 啊 啊 你们往前走我去开车啊 好了 才够吃了吧你啊 够了 够了我们走了 到家了 老师傅 送礼了 那二和零 快快快 你那妈干啥啊 人家这地方不要钓 让你钓 钓去吧 二三十个银 不要钓去后面那壶 这壶旁边那壶 一里多地儿 还是你可是你没吃完 捞两个 捞两个罐头吃 没有 这一块钱一哈 两块钱 我说我贴你不拿钱 当地的取舍 嗯 那你拿海虾钓淡水鱼人家能吃吗 你看刚刚给老爸买的蚯蚓 他说不要啊 还记得他的表情吗 我不要 我不要啊 现在呢拿了蚯蚓去钓鱼了 这老头啊 这口是心非要给你讲